那天氣 蜘蛛 剧月球 紅妝皮下假戲 放眼晴空萬里 揚州逃離飄驍失禮 滿城工具歡喜 相遇曲折离器 就算跨越千里 共渡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 阴差阳错相遇 定下因缘不已 人海中 与家对到你 无人能比拟 欢喜愿家相依 换来两人不离 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 天中笔下假期 放眼晴空万里 扬轴逃离 飘笑十里 满城工具欢喜 相遇曲折离器 就算跨越千里 共渡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 阴差阳错相遇 定下因缘不已 人海中 与家对到你 无人能比拟 已不许再寻觅 从情思到孤心 确定拥有此生就是你 我在三少爷的屋外 听见他们吵得可厉害了 还砸东西 吵得特别凶 太好了 既然如此 肯定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那我们就从中作梗 将他们一分为二 这样 我们就可以 坐受渔翁之力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 我们就按照计划 恭喜秀伯妹妹了 何喜之忧 秀伯妹妹巧用心思 那一边 已经是暗无天日了 你的天磊哥哥 和那个三少奶奶 日日紧闭房门 吵得不可开交 两个人 内娇一个惨呀 我是不是 做得太过了 妹妹 你此时此刻 万万不可妇人之人 大事将成 不可以退缩 况且 你与天磊乃是 两小无才青梅竹马的情谊 反倒是那杜冰燕 她才是最为过分 纠战雀招 抢了你的心爱之人 妹妹 事已至此 不如我们就在此刻 乘生追击 可表哥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杜冰燕性子泼辣 若是让她一哭二闹 闹到老太君面前去 那妹妹的事 恐怕会有变 不如就趁她们夫妻二人 离心之事 妹妹单刀直入 得了天磊的心 要怎么做 将生米 煮成熟饭 这怎么行 我虽自小 倾慕天磊哥哥 但女儿家的名节最是珍贵 非常知识 当时非常手段 此时你只需要 禀退旁人 只有你 与天磊二人知晓 待到事情发生 天磊行了夫妻之时 必会给你名分 便可保你名节 妹妹 剑在弦上不得不罚 况且你已经挑拨了他们二人的关系 而你自己也是孤零零一个人 与其让三个人难受 不如你就成全了自己 成全了天磊哥哥吧 表哥已为你谋划周全 天衣无妨 万物一世 冤家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见那秀博小姐美若天仙 才一心一意地帮她出谋划策 帮她当上启家的主母 竟还操心顾着她的名节 你说说你啊 这小丫头骗子 哪比得上你风情万种啊 别来胡 谁骗子 我问你了 你想想看啊 若是此等难道女昌之时 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老太君撞见 会如何呀 原来你早有谋划 那是 再过几日 就是祈福各大商行的大掌柜的 来向外祖母汇报明年的商行计划的日子 到时候 我会带着众人欣赏这出好戏 让老太君当着众掌柜的面 创见齐天磊和秀波的奸情 那时候 齐天磊和杜冰宴必定恩断一决 而秀波也会生败名列 还想做大娘子 能收回来做个偏方就已经算是恩惠了 如此一来 没了三少奶奶 谁也别想当我们的路了 好寂寞 一箭商鸟啊 错 我这是一箭三鸟 经此一遭 齐天磊必定让老太君失望至极 而齐天磊在齐府 也必定没有了立足之地 这偌大的齐府啊 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那 那你别忘了 我也是有功劳的 这齐家的好处啊 一定要分我一杯羹 那 那是自然 齐三公子 我们家小姐说了 替老太君制作百寿图所用的染料 要色泽艳丽才好 小姐邀约三少爷前往后花园 一同采摘水芙蓉花 以此精言成料留作备用 小姐在水泄等您 好 我换了长符便去复院 一团 目录我都看过了 还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勤勉做事 争取 让明年各大商行蒸蒸日上 到时候我祈福 绝不会亏待每一个人 谢老太君 世长 今天晚上的酒宴准备得怎么样啊 我要好好地犒劳犒劳各位大总管 外祖母放心 是招此次特意请了星圣楼的名厨 来给各位大掌柜的设宴 这星圣楼的名厨啊 最擅长烹饪西湖醋鱼 只不过此道菜肴甚是繁复 还望各位稍待片刻 好 坐得好 不如这样 外祖母 趁着天晴风暖 您和各位大掌柜的 去后花园逛逛园子 我看那满湖的芙蓉已开 风景甚是一人哪 早就听闻咱们东家的园子是大师所造 园林别致 我们都还未曾见过呢 这有何难的 走 走 跟着我去看看 好 好了 太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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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一起来吧 好 请 好 请 请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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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那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呢 走 走 你看这桥 我人是屈就通幽 风貌别致 小姐 三少爷 不好了 有人来了 这园子一步一景甚是别致 是招我常常信不其中 心旷神移 各位 看这水蟹 在此赏河观景 别有一番奇运 是啊 那就带各位大掌柜的过去瞧瞧 好 好好好 老太君 看 这水蟹多美啊 这里面瞧着 像是有人哪 这不是秀波的奶娘吗 这不是秀波的奶娘吗 秀波 秀波 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刚才瞧见三少爷 也进了这里边 真是三少爷 三少爷 恭喜老太君 看来这三少爷真是艳福不浅哪 是啊 早就听闻秀波这个姑娘 早些年啊 就是这苏州大户的闺秀 看来咱们齐家商行又要天才了 天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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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Could 疼哲少爷 这可使不得 직方 我们堂堂三少爷 可是其父的毒苗 天容易与 这种不顾名其的女人结成连礼啊 天磊啊 他既然能够来到此处 那必定是两人早有情意 枉费了老太君 对他这么多年的苦心栽培啊 竟然如此放荡 别练起女色来了 这个天磊 奶奶 奶奶 您找我 你 你怎么会在此处 表哥的意思 我不在此处 应当在何处呢 对呀 不是说是三少爷吗 奶奶 这是我为您写的百兽图 房菜装备好了 给您送过来 好 好 我刚刚明明看见三少爷进了那里面 那 里面的是谁啊 对呀 奶奶 是谁呀 是我呀 冰雁 你这是 我跟秀宝妹妹在一块呢 可是招说的话可都听清楚了 多谢姐姐救我出无底深渊 天磊哥哥 怎么是你 小波 我有话与你说 小波 你我同为女子 我明白你对天磊的情意 只是我与你相比 也绝不差半分 只是我与你相比 我们女子 若是寻得一个好夫君 与她幸福快乐地过上一辈子 那也是好事 只是 只是 这天大地大 情情爱爱 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 你该有自己的广阔天地 这样以后 你一定会寻得 属于自己的如意郎君 她会疼惜你爱护你 这种傻事啊 以后莫要再做 冰雁姐姐 傻孩子 怎么会是三少奶奶 还穿着三少爷的衣裳 好 上次投壶 奶奶快我英气 我就寻了天磊的衣衫 来讨奶奶开心 奶奶 秀波妹妹 给你制作了芙蓉香露 撒在百兽图上可香了 来 这样子 好 祝奶奶 福如东海 寿米南山 好 好 好 同乐同乐 同乐 好孩子 真是两个好孩子呀 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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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快快 给公主倒茶 公主 公主 怎么 父皇说非要我嫁人不成 公主大喜啊 这回招定北侯原部驱将军做驸马 公主 真是好福气啊 也不知道是个黑马 还是个白马 公公 我得眼见为师 之前 你让我看的那些画像 全都是假的 公主 能让您瞧得上眼的男人 可没几个 可这原驸马 我可没答应 我得眼见为师 亲自去瞧瞧 看他到底是个三头六臂 还是个歪瓜裂枣 上次 那个吏部的新状元 不是一心想要娶我吗 对 对啊 他给我写的那些诗呀 词呀 我可都给你们念过 哎呀 多感人呀 感人 好一通堆砌词枣 虚情假意 真是酸服 还说什么 可以为了我赴汤蹈火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这种话你们信不信 信 你也信 我信 反正啊 我是不信 公主 公主 你要的建座好了 哎 公主 我们玩个新游戏吧 啊 好 启离皇后娘娘 驸马爷元不屈 派人送来奏章 皇上请您预览 念 是 臣 臣皇上恩宠 原不屈奉旨赴京 途经其鲁之地 须在家乡祭祖 请万岁恩准 臣祭祖之后 再回京 以尽孝道 灵山中灵玉秀 风景秀美 臣恳请陛下恩准 请公主前来 与臣同游灵山 这个原不屈 还是有些孝心的 以孝为先 以情为重 不错 皇后娘娘 你可真是 慧眼是英雄啊 为公主 选了一位 成龙快婿呀 昌平 个性孤傲 还不知道她会捅出 什么娄子来 我虽贵为皇后 是异国之母 却不能替公主择序 难道 这就是己所不欲 难失于人吗 见过公主 免礼 快请坐 臣觉得 还是站着比较舒服 对了 新壮元 你还记不记得 你以前给我写的诗词呀 刻骨铭心 臣对公主仰慕已久 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 多少人 都拜倒在公主的十六群下 还有吗 嗯 我为公主 日思夜想 茶饭不思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哇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本宫让你做什么 你都绝无二话 绝无二话 刀山火海 但凭公主一句话 臣定万死不辞 好 就算公主 让臣去摘那天上的月亮 臣也会寻遍天下 找个天梯爬上去 太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今日 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画一个小圈圈 然后 你在这个圈里 不许动 能做到吗 这又何难 天打雷劈 我也不动 一言为定 四马难追 好 滚滚 把这个苹果顶在头上 公主 公主 这 这个使不得 这个剑它不长眼呢 公主 你能不能别乱动啊 你都出圈了 我不动 那 那咱能不能换个玩法 对了 其实我忘了告诉你 我射箭射的其实并不好 但是呢 我会努力的 别别别别 公主公主公主 使不得呀 公公 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我再误伤了你 公主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走开 公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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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 公主 别公主 公主 公主 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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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协公主 手下留情 哥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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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是 皇后娘娘驾到 公公公公 这宫里可不能外人进呢 让皇后娘娘知道可不得了了 叩叩叩快随我出宫 苹果苹果苹果 皇后娘娘驾到 儿臣拜见母后 免礼 这是笑什么呢 大老远就听见了 母后快坐 呃 我们刚刚啊 在一起 啊 射箭 跳绳来着 这都快有婆嫁的人了 还只知道玩 驸马来信了 母后 我都不知道原部去长什么样呢 你让我怎么嫁呀 她信上说 想约你去临山童游 上山看日出 是 逛云中先帝 可我也不知道 你是想去不想去啊 母后我想去 天天在这玉花园中都要无聊死了 什么时候去啊 看吧 你急的 暂且不说什么时候启程吧 我有三个条件 你可要先答应我 母后您说 这第一 你要脱去这身皇家的衣裳 扮成民间女子 不可让别人知道你的公主身份 扮成民间女子 一定很好玩 我答应 这第二条 我 张公公 扮成你民间女子的父亲 与你同行 母后 她连一根胡子都没有 怎么扮成我爹呀 公主啊 要长胡子 也不是什么难事 真上一个不就行了 行 我答应了 那这一路上 你不可以再耍公主的脾气 这第三条 凡事呢 要跟张公公商量 切不可胡来任性 好 放心吧母后 皇后娘娘 我是看着公主长大的 我一定会 接近全力 慎之又慎的 照顾好她 您就放心吧 母后 我都答应了您三条 我也有三条 你也有三条 那三条 说来听听 这第一条嘛 这驸马的人选 我要亲自挑选 你还是想自己选驸马 我要亲自挑个好 的 皇上止婚 君无戏 那 那我就挑灵山 你 公主 别急呀 公主别急 这样吧 你先去灵山 看看那个原部区 到底怎么样 然后 咱们回来才商定 好 母后最好了 我还有第二条 第二条呢就是 我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 他们才跟着我 我不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 他们就不能跟着我 我又不是什么小丫头了 我已经长大了 你要答应维母 我 确保自己的安全 嗯 最后一条 就是 母后 你能不能让父皇 给我一道金牌啊 省得他们欺负我 这 你想的倒是蛮周全的 好吧 别给我惹祸就行 嗯 妹妹前来慈禧 多谢嫂嫂一语点醒梦中人 让我识破了科士招的险恶用心 才没诸家大错 妹妹日后 一定要好好珍爱自己 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秀波自小 跟天磊哥哥一同长大 当初一心觉得 女儿家最重要的 就是依靠婚姻 秀波以为天磊哥哥 就是最好的选择 那日在水泄里 嫂嫂说天大地大 情情爱爱 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 秀波才幡然领悟了 自那日起 见嫂嫂和天磊哥哥情深至此 秀波才明白 自己不过是执拗于年少时 青梅竹马的回忆 从今往后 天磊哥哥便是秀波的亲兄长了 日后做何打算 我打算回苏州去 好好经营祖母留下的产业 秀波妹妹绘之蓝心 定能将祖夜打顶得风生水起 兄长够奖了 只是 那科士招一心想要对付你们 往后定会使出更多的手段 兄长和嫂嫂该如何是好 放心 你一起安心回苏州去 我和你兄长有的是法子对付她 这对金麒麟 本就该属于相爱的两个人 两只在一起才能算作一对 今日我便将她送给冰雁嫂嫂 祝你们抗力情深 百首不相离 多谢妹妹 妹妹走了 老婆 保重 保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秀波小姐回老家去了 临行前特意去见了三少爷跟三少奶奶去自行 看着秀波小姐和三少奶奶姐姐妹妹叫着 依稀别 亲你得很 没用的东西 看来如今这不及算是败了 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还当真是铁板一块 连我都拆散不了这对小情人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他们 让他们做一对亡命鸳鸯 啊 啊 我 回 得 非常 大家 危 很好 我们 夫人 夫人 功夫不错嘛 其他的交给你了 再跑 打断你的狗腿 你到底是谁 差劲了 差劲了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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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不知道我是谁了 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就我那几招 我根本就不是女侠的对手 算你实相 敢问 女侠 尊姓大名啊 小的就是死也死个明白不是 姑奶奶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杨州里玉湖 你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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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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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啊 啊 啊 哎呀 不得了了 这三少奶奶武艺高强果然非同寻常啊 就就我那几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 三公子毫无病态可言 回剑生风啊 我刚要动手 上来就给我一拳 你看给我打的 我现在看东西 还有点模糊呢 生死攸关嘛 自然拼命 不是 少爷 我跟他们交过手了 他们各个武艺高强 你所言当真 当真 少爷 现在干掉这两个人 恐怕是没那么容易了 就我那几个祸 根本就不是对手 况且这次吧 就是杀人不成 若是再想动手 恐怕就更难了 废物 请慢 这杜家千金 怎么会武功呢 少爷 小的 这次的事虽然是没板成 但在危难之时 小的给您套出个惊天大秘密 什么 快说 就当时吧 就三少奶奶 挖一下 就一脚给我窝那了 我差劲了 我 我当时就觉得吧 这条小命 肯定是交代在这了 然后我 我就跪地求他 我问他 我说你一会儿啊 报上命来 他怎么说 他吧 当时没了防备心了 就大言不惭说自己啊 刑不更名 做不改姓 扬州李玉湖 李玉湖 你可听真切了 小的听得吱吱的 我当时什么呢 快不得觉得 这三少奶奶古怪 没想到竟然是个冒牌货 谁说不是呢 当真是天助我也啊 我们要借此机会 即使没办法来应的 也要借刀 那就让官府 来帮我们铲除掉 这个眼中钉吧 少爷 勾啊 你去趟扬州渡府 不管用什么办法 去把杜老爷请来 让他当面 拆穿这个李玉湖 小的明白 小的就去啊 去吧 小小 这两日 除了送药那寄上心愿 就不要去得太紧了 不是你让人家 盯得紧一点吗 这叫内紧外松 也省得让人觉得 你总在背后盯着他们呀 说紧是你 说松还是你 你是不是被抓住什么把柄了 哪有什么把柄啊 无非就是欲擒故纵罢了 欲擒故纵 过两日这起伏 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 你呀 一肚子坏主意 怎么 今日有心情了 那是自然 沙校尉 沙校尉 有袁将军给你的书信 大哥的信 快给我看看 大哥呀大哥 看来你还是离不开我呀 沙校尉 将军说什么了这么高兴 他让我去趟灵山 是有钥匙要办 快点 给我背马 即刻起程 是 你们追不上我吧 累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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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干什么呀你 你让开 新娘子 你怎么哭了 跟我出来 姑娘请放开我 你怎么不开心呀 开什么心呀 要看你嫁什么男人了 怎么你嫁得不好 听说是个凶神恶杀的客气鬼 前两个娘子都被他打死了 那那你不嫁不就成了 我爹欠了别人很多钱 我爹欠了别人很多钱 实在没有法子了 臭男人 我替你做主 别难过了 你 一个小姑娘 能有什么法子 可是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赶路了 起轿 不 不行 你们让开 你们没看见新娘子在哭吗 她根本就不想嫁给那个客气鬼 我命令你们 现在 袁露给她送回娘家去 送回去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算老几呀 告出来 管人家的闲事 我算老几 我可是 不跟你计较 词曲 李宗盛 一座城一深情 一曲相似随兮 梦里桃花翩翩散落伴月明 夜雨伴随阳周星 依然沉伞两剑柄 火伴飘零 与你满天生起 夜雨无声任由己 不负真心不负雨 不负人间 亦不负情 春风绵绵 复一叶片周晴晴 雨打把桥不及而变得低迷 一座城一深情 一曲相似随兮 梦里桃花翩翩散落伴月明 夜雨伴随阳周星 你依然沉伤两剑柄 火伴飘零 许你满天生起 夜雨柔柔人有意 因缘作对许惋惜 想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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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